要活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思 又開始了 自在人生大學堂 香港歷史文化保育系列有邱逸博士 你好 邱博士 大家好 常見到你的會 即是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 有時會有些活動或講座 都是跟大家了解多些香港的歷史 所以一定要在這個節目講多些 尤其是今天我們講的話題 是講開埠前的歷史文物和建築 即是香港有沒有考古的地方 即是講到用考古這個字 通常我們一般不是讀這些科 又不是讀歷史的人 就會覺得是否要很久很久之前的東西 才可以叫做考古 其實不是的 考古就是你地上掘得出來的東西 通常就是有一些我們叫霧 或者是一個區 那區裡面突然間掘得到一些舊的東西 有些可能是清朵的東西 都可以是考古來的 我只要能夠在地上發掘過程 然後通過 當然考古現在方法多了很多 還有科技應用多了很多很多 譬如會用CT的照的X光 然後用碳的分析看看它的年份 現在就多了很多 所以我們如果說考古 大家都會記得 建立地鐵的過程 掘地底 譬如土瓜環又找到古蹟 灣仔又找到古蹟 那些都是很需要保留的古蹟 是不是很難得找到的呢 那就真的要討論 譬如說剛才你說的土瓜環 其實就是宋代的一個古井 宋代的古井 當時就建了一個沙中線 然後掘到古井 我相信如果80年代掘到 就沒有人理會它 90年代掘到就將它移到別的地方 然後就繼續掘到 但偏偏是2010多年之後才掘到 因為整個社會的氛圍 和香港政府 香港市 香港作為一個城市 它有錢很多 結果 我的老師 鄧聰教授 當年 中大鄧聰 邀請去鑑定 這個沙中線 這個宋代古井價值 鄧聰教授是一個學者 學者就不懂政治 結果去到之後 他就沒有什麼價值 所以移過去歷史博文館就行了 移過去就行了 結果就不行 因為當地的 無論是當地區議會 香港的股閣估值 就會覺得香港很難掘到 叫做宋代野 所以是很簡陋的 結果沙中線改道走 這個改道差不多是700億 哇 當然不是為他為主 這個改道是很浪費 鄧聰教授後來就得斷說這件事 香港政府浪費 所以這件事就會牽涉到 我們不單是有個股質的價值 政治的氛圍 一種就是政府的富有程度等等 影響到很多效果的東西 不過井這件事真的很難懂得欣賞 譬如我住在大埔 大埔也有個井 很多地方都有保留一個井 通常你就會聽人家說兩句故事 你就會看一看 其實井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前面有兩個字是宋代 其實不單是這件事 譬如你現在去一個啟德站 將來會建一個啟德站 以及宋王台站中間 其實有一個龍津石橋 那裏是清代野 但是為了他 現在都要做一個 類似展覽式的造商 那裏都是價值不非的 所以你剛才說的考古 就是很老實說的 香港的考古就很難找到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譬如像巡蛹那些 最多就是煲煲蓋蓋 日常生活用品 還有人類骨頭 還有肉器 就是陪葬品 或者當地 我應該這樣說 就是很老實說 香港以前不是一個富庶地區 我們富庶是清之後的東西 香港並不是很富庶 其實富庶和你的口狀是成正地的 以前來說 尤其是在唐之前 中國人很流行是生如是死的 所以唐之前的霧 通常有很多人害怕 變了很多美麗的東西 唐之後的霧就好了很多 很多意思是沒有那麼浪費 香港來說 第一件事就算你說是李正 屋鼓毛 就是看待的東西 事實上都是找到五十多件東西 其實那些東西漂亮不漂亮 就真的有一般 所以我想大部分人找到的 除了毛之外 就是生活上的痕跡 就是香港的考古發現 香港的考古專家多不多呢 多不多有醫科讀的呢 以前來說 以前來說 沒有所謂的考古專家 通常就是歷史系 或中文系 例如羅香林教授等等 後來因為考古的技術 多了很多 除了你要看到那些東西之外 中間裡面還要看很多科學的上色 諸如此類 以及整個亞洲區的核島那些東西 究竟是否同一系列 是否同一個年代 所以現在來說 中大 主要其實是中大 有考古的 但就不多人讀的 他是學士還是碩士 碩士甚至是碩士等博士層次 通常如果香港考古 有些新東西出現 古物古籍辦事處 會找一些香港的考古專家 那些考古專家通常是外國讀書的 或者是大陸讀書 然後加上國內 例如廣東省的考古專家 一起做成一個團隊去研究 即是如果說要在香港 有一個學士課程是考古的 是不是因為很多人 都可能沒有什麼興趣 很多人是屌士有興趣的 其實我試過搞過 我真的試過搞過 就是一個近似是 又不是學士的 這一個可能是 最初是興趣單 結果很困難 因為有興趣的人是多 但可以提供場地 給他實習 了解 和學識很難的地方很困難 因為本地少 本地少 我自己是在九十年代 作為中學生的時候 是跟過當時的一個中大的考古 去到達芒一帶 即是大嶼山大芒一帶 是做一些最簡單的考古 發現的 你發現到什麼 我就發現到 但我們跟添人 有人挖到一些以前的器皿 但是碎裂的 估計可能是巡巷的東西 但最後 你那件事去到哪裏 其實最後我都不知道 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去到達學的一些 一些類似 收藏 收藏 都應該沒有收藏價值 不是稱得上收藏 沒有收藏價值 收藏在Department上 我猜是可能是 變成達學的教材 是 第二種就是 高價值 就去到達物館 哦 那所有人都可以挖的嗎 首先這塊地 就是屬於白芒村一帶 就要政府申請 然後你就要去那條村的人 同意 不阻止 你就去挖 現在就困難很多 現在譬如說 最新的一個是馬灣 因為馬灣是新鴻基 那時候買了那塊地 然後找到了 新鴻基比較有良心 就容許一些研究者 可以去研究那塊地 但是都是限時的 一兩年之後你挖不到 就不理你了 就慘了 是 如果說香港的考古遺跡 史前的還多不多有呢 其實基本上一塊都沒有 考古出來的東西就有 譬如說我們香港市 通常會這樣斷定 香港大約有四萬年歷史 就是新鴻基的中後期 四萬年 通常我們會是龍谷灘那邊 然後就是大嶼山達芒 馬灣 還有這個就是南丫島 就是這幾個地方找到 其他地方不代表沒有 只不過沒有人去挖 或者不知道怎樣去挖 其實香港歷史 我想很多觀眾需要想想 香港歷史 現在來講開埠 大約是150到60年之間 但是事實上 香港整體歷史四萬年到1842年 那段歷史 其實香港主流的發展地 就在於今天的新界地區 包括大嶼山 而反而香港島 其實一直是個四毛之地 在明清很多地圖 沒有標示到 沒有畫到香港島 即是小也不會理會他 當然是小 而且他沒有防守價值 也很難有很多人住在上面 因為始終他不是一個 很多水縣的地方 還有很多斜坡 停地也很少 也很難耕中 講到開埠之前 香港有些什麼 很值得考古的遺跡 或者是因為考古而發掘出來 剛才邱逸博士說 在龍古灘、白芒、馬灣、南加島等地方 會比較多 我們看到的應該是什麼遺跡 那個年代 以前是做什麼的呢 譬如你說新石器時期 譬如說 這個就是鄧聰教授的研究 他研究到香港 尤其是大嶼山 白芒那一帶 其實最早的時候 香港是一個製肉工場 製肉工場 最有趣的地方 肉在哪裏呢 肉是湖南來的 湖南的石塊 肉塊 來到香港 製成肉 就是他發現 後來他做了一個系列的節目 做香港的一些 但如果你這樣看 現在來說 主要是一些陶瓷 一些我們生活日常的用品 但是從日常的用品看 也很遺憾地說 香港並不是當年一個富庶和文明之地 因為很明顯看到 是一些很簡單的用品 如果同年代 無論在長江流域 珠江流域 甚至是黃河流域發掘出來的 香港無論在組織的數量大小 形狀 甚至內容方面 都不算是極品 是 但如果說到最舊最舊的古跡 我們很多人可能都會想起 就是不同區都有的寺廟 譬如說我們去到長洲 南亞島 都會見到一些小間的廟 沒有黃大仙那麼大 那些就是很舊 那些就是最舊的了 我不是這麼說的 如果你真的叫香港比較舊的 有成規模的一些古跡 為什麼這麼說 這隻屋古墓是一個 但如果這個古墓 你跟其他古墓比 都不成為一個系統 如果真的叫廟 香港如果真的比較有名 就是這個現在叫青山蟬縣 據說南北潮市 有一個名人 貝道蟬縣就來香港 香港歷史上 其實你一直見到有人名 去到南德潮友 就是貝道蟬縣 他來了之後 據說 全都是傳說 他就在青山那裡 見到一個蟬縣 見到蟬縣之後 現在來說我們叫青山 其實很長時期那個叫聖山 聖山 聖人的聖 就是因為有蟬縣 因為貝道蟬縣 聖人 聖山為什麼叫青山 就是後來英國政府來了之後 問當地的客家人 這個叫什麼名字 客家說的聖和青是差不多的 結果現在就變成青山 我們知道後來因為青山 有個精神定員 所以我們現在小時候 通常笑 來自青山 其實有個漁院故事流長 但如果你說香港的廟 可能是一些 都是二三百年歷史 例如天后廟都是二三百年歷史 已經算是比較舊 如果真的要找一些 可能再舊一點的 就可能是一些 譬如說遺頭人 即是一些新界遺頭族 遺頭的人 在一些古的建築 但都不是很 即是你說很舊 就真的不是很舊 所以說 是不是二三百年歷史的建築物 已經算是很久 絕對是 因為橫跨這段歷史 你要去再找其他人 就比較困難 即是說 第一就是日久失修 第二就是基本上都是難的 因為如果香港歷史 如果流長 我們說一百四二年之前 即開浮前 他真的在歷史 我們叫二十四史 日面出現過 其實就只是一句說話 就是當時煤窩發生過嚴汶的暴動 嚴汶 煤窩是一個很重要的嚴場 嚴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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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中央政府派人來鎮壓 當時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你說這個歷史 第二件事比較重要 可能就是宋代兩國父代皇帝來過香港 但事實上他來過香港的紀錄 其實就不是在正式紀錄 通常是一些野史 或者一些間斷筆的紀錄 所以如果你現在真的要找香港 可能主要是新界 找某些廟和某些人的一些屋裡 可能找到二三八年 如果說是不同朝代的古建築 是不是主要都是關於宋朝的會多些 嚴格來說 宋之後香港是有大規模移民過來的 因為現在來講 我們香港如果是本地 或者是香港真的叫做原居民 可以分兩種 一種就是來了香港一千年的 我們叫為徒 為徒人 我想整個新界來說 是佔了六成以上的 另一種就是三百年前 在康熙復界之後 來香港的客家人 他們形成了香港的兩大族 應該叫做這樣 是新界 以前來講就是新界 香港九龍都這兩大族 後來因爲各樣的關係 結果他們主要留在新界區 所以我們通常找香港歷史 由宋代開始講 就容易一些 無論是歷史的事件 或者是歷史的建築 那譬如說 我們除了講宋代之外 還有什麼古建築 例如明代、清代 這些我們很容易見到 如果容易見到 就一定是九龍寨城 清代的九龍寨城 香港來講 如果在中央政府眼中 其實很重視一個軍事用途 香港在唐代 或者漢代 其實它的名叫屯門 香港這個區叫屯門 因爲在他眼中最重要 就是屯兵在珠江出口位的地方 門口位置 所以香港其實很常常叫屯門 是 真是想不到 我經常問學生 你知不知道香港最老的名字叫屯門 後來各式的叫法都有 沒有一個整體叫法 如果真的要看香港比較舊 其實很多軍事設施 軍事設施 譬如說 現在都沒有了 譬如說尖沙咀的炮台 九龍炮台 所以如果真的要講一些 香港比較舊的建築 還有一些可以想像的 就是九龍寨城 就是開副前的 就是九龍寨城 還有新界區 譬如平山的文物徑 那些建築 就可能更正 既然說香港曾經叫屯門 本身屯門這個地方 是不是比較久之前已經有人住 不僅僅住 還是很多人住 因爲它要駐軍在這裏 但這件事就顯示到 從一個中央 或者從一個北方看下來的價值 和本地人的價值的不同 當時來說 我想香港無論是漢朝 在唐朝 很多時候都叫屯門 屯門 斷門 等等這個名字 都是這些陰 沒錯都是這些陰 但這個地方 後來因為 無論是防守價值 什麼也好 其實它們逐漸逐漸失去作用 所以如果真的去到一些 建築廟之外 可能就是九龍寨城那一帶 即是九龍寨城那一帶的歷史 對於香港也很重要 對 但也很學悲 因為九龍寨城最初是一個有城牆 但後來因為英國政府進不去 進去之後走出來 然後沒有人管它 城牆就得到被人拆走 去到二戰期間 日本人都已經整場全都拆走 所以九龍寨城作為一個 城的規模就沒有這個 第二件事 所有建築基本上都因為 後來不斷有人去住 潛建 所以亦亂到那份之力 香港在四二年之前的歷史 部分存在新界區的人 部分都散在全香港的小地方 所以明白為什麼我們讀書 不能讀香港的歷史 因為太複雜 一來很複雜 二來就是那個價值你要怎麼放 哪些東西是重要的呢 一來還有一件事就是政治的問題 就是你究竟如何評價 香港不同年代的歷史 譬如殖民史你如何評價它 亦都很複雜 還有殖民時代的時候 他都不想你說回以前 他都覺得沒有需要 你要知道以前的歷史 沒錯 然後現在很簡單 現在到了回歸之後 那如何處理殖民史 又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沒有殖民史 香港就不會崛起 但如果你是太吹捧殖民史 對整個中國作為一個思考過程 好像有點難去說 所以始終都未必會有 在中學裡面 會不會現在多了一些功課 或者學科 會有但我覺得在很多方面不評價 譬如說我們在講 就用九龍債城 我經常帶學生去行九龍債城 九龍債城是宋王臺 宋王臺 有些人說是元朝 那些是清朝的石 但是你要怎樣去 譬如說 因為我們過了差不多五六百年 我們評價它容易很多 這個是宋王臺 但是去到近代 要評價到 譬如說 究竟契德機場 日本人擴建過 又改過 拆了宋王臺 好不好 這些東西就很複雜 要說就很複雜得到 這些都很多是未聽過的 這些有時候在講座的時候 有些嘉賓講小小 你會覺得很有趣 原來以前契德機場 都有很多變化 尺寸和位置 都是有不同過的 但是就好像我們沒有什麼機會 又不知道哪些書才有得看 講到香港一些出名的歷史建築 很多人都會想起平山文物敬 元朗 另外就是荃灣的三棟屋 我想這兩個地方 長年都有很多中小學生 老師都會帶他們去參觀 又有很多遊客 知道他們出名都會去 我們先講一下文物敬 其實文物敬這件事是近代的東西 即是一個西方傳入的觀念 有別於旅遊 加了一些歷史文化的東西 平山文物敬主要是幾個祠堂組成 他們有五百年歷史 五百年歷史 你數下去就差不多到了明代 明代的中葉 例如你要看到聚星樓 聚星樓是一個古塔 因為有一個好處就是文物敬是相當近的 大約走四分鐘左右 各自和各自之間 唯一不好的地方 通常沒有人帶就不知道是甚麼 沒有人講解 好處就是他們都開放式 你可以進去看書屋 看他們上課的地方 其實就是將一個我們叫做遺投 即是新界遺投 即是新界一些原居民的整個生活 包括是讀書的地方 包括是祠堂 包括是他們居住祭祀的地方 後來政府也加了一些 就是他們生活上的展版 形成一個我們叫有機和立體的認識 相對來說這個文物敬主要出色 其實最重要是甚麼 因為鄧氏家族還在 是呀是呀 他們不僅是有心 還有有錢 還有我們這樣說 對他們的祖會的歷史文化 很有認同 很想保存 所以這個文物敬歐區 如果是新界區來說 甚至全港來說 都是其中一個最出色的 即是無論你真的能夠在當地看到一些東西 還有他們真的有辦法跟你說到 整個當年那些人怎樣讀書 怎樣嘗試考試 香港的考試長的嗎 原來沒有的 那怎樣做呢 即是他們說得很清楚 但譬如說 剛才我說我們中山境 中山境基本上做不到 譬如說你只能夠想像 想像以前是怎樣 看一些照片 沒錯沒錯 所以如果你說 我自己通常會喜歡大學生去看平山文明景 他的祠堂在香港是否很有名 在香港的祠堂出名 保育得很好 因為他嚴格來說有兩個 一個是鄧氏祠堂 一個是玉橋 玉橋二公祠 玉橋二公祠 應該比鄧氏祠堂的年份更加長遠 他們不僅是有一個 政府資助 有一個很長的保育 而且還可以維持 然後他也不需要去經營 不需要特別用收費 諸如此類 你可以看到幾圓生態的動眾 就是明元之間的建築 所以如果大家去參觀的時候 不要漏了祠堂 是不是很少香港有第二個族的祠堂 是這麼大型的 一來是大 二來是年份長 第三是保護得多 第四是開放 因為就算上水 尿士那些 他都有祠堂 是 但他不是這麼開放的 不是很想 可以容納這麼多人去看 因為庭山萬物境 其實某程度 就在港鐵站旁邊 你走過去也是十分鐘 這個方便看很多 其實上水 這個 上水粉林一帶 都很多這些 但就形成不到 就是一條境 你去看很多東西 他只是一個建築 有龍躍頭文物境 沒錯 都是散開的 而且都沒有那麼豐富 平山文物境相對那麼豐富 因為整個衣食住行 全部都是一個大約半小時的行程之內 這個就是平山文物境 其中一個出名的地方 出名 可能是最出色的文物境 但剛才你說到聚星樓的塔 這類的塔 是否在香港也是比較少見 現在很少見 但在中國很多 沒錯 因為這種塔 最重要是有防盜的作用 有些可能是觀星 或者是看農業社會出現的 觀星 其實應該這麼說 類似這種防守的樓 在庚樓 我們有時候叫庚樓 就是庚替庚 庚替庚 通常是居高 或是高一點 是作為防守用 在客家的村裡很多 甚至現在在梅窩一大 還有不少庚樓 因為武裝是強靜很多 庚樓就真的是一個觀察 一個暴奸 一個心靈的某種安慰 但丟樓就差不多是一個全防守 我們說是武裝到牙齒 連窗那些都是守衛森嚴 庚樓很多時候是沒有人住的 庚樓通常是一座樓 然後看一看周圍有什麼事 通常現在日久失修 就變成雜物樓 堆在一起 所以這也是平生文物境 一個特別的地方 小小也可以半天就走完 所以很多人都會去參觀 而且我也是那句 因為他真的有當地人在 例如剛才你說的三棟屋 陳氏 他們沒有 後人不在 你根本上找不到他 所以我有時帶一些學生 或者帶一些香港市民 去走這個 是荃灣的一些 我們叫做客家村落的時候 是最困難的 因為無論是三棟屋 無論是德華公園那個 裡面有做建築的 都是沒有了現在的生命的 其實就是簡單 然後那裡的人 無論是海霸村的人 無論是鹹田村的人 其實就移了今天大火後 變了豬 那些其實跟那個建築物 也沒有關係 他最多跟他說 我搭椅子就住在這裡 村農街 村農村 那些都是 但實際上他們那種記憶 因為他們六十年代 上世紀六十年代搬上去 他們都沒有了那種記憶 所以三棟屋我覺得 那個結構就依然存在 你就只能夠欣賞它的結構 欣賞它有什麼叫三棟 什麼叫三進 什麼叫二間 其他就早上做不到 那你剛才說在荃灣那裡 其實是很多客家人 荃灣客家族 就是荃灣客家族 那他們都是移民過來 還是原居民來的 他們是三百年前移民過來的 即是說康熙福間 因為這樣說 香港原本主要是住了一些本地的圍頭人 即是發音都不同的 語音都不同 是東莞那一帶 然後在康熙年間 因為這個面對這個鄭成功 結果他就將山東去到廣東的沿海市民 全部內遷 內遷完之後 香港是沿海的 都內遷的 很大件事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說法 就是廣東有史以來最殘忍的一件事 因為生靈塗炭 有些人就要自殺 有些人就要賣掉自己 諸此類 當鄭成功台灣打了下來之後 康熙就復戒 復戒 即是說所有人就回來了 但問題就是 在復戒和千屆復戒之間 是過了五六十年 已經是兩代人了 死的死生的生 結果有很多 相對來說以前有十個人 現在只剩下一個人 那怎麼辦呢 就將那些人口多的客家人 就在廣東的客家人 就遷到香港 他們來的時候 就發現有些靚的地被人打了 例如你在元朗一帶 你見不到客家人 你在上水一帶也見不到 因為那些靚的地 被鄧氏和廖氏打了 客家人就打了邊緣地區 就是邊緣地區 我們今天看看荃灣 其實你怎麼看邊緣呢 就是因為它種植的地方 它的那塊地漂亮不漂亮 諸如此類 荃灣那些就不是很漂亮 譬如西貢那個大都 是客家人族為主的 這些客家人就 既有無農的 既有漁業的 既有經商的 去到戰後 很多人就被人遷了上山 無論是大霧山 無論是大窩口一帶 就是這樣 現在還是有很多客家人 我還是住在那裡 雖然我不是客家人 但我住在海霸新村 就是大窩口村內 所以我每天都跟客家人交往 現在我們看到的海霸街 以前是不是海霸村 海霸村的位置 不是那個位置 例如我們現在在村農街 海霸街 關門口街 其實就是關門口村 海霸村和村農村 現在那些人 經常作為一個景點 會去村農茶樓喝茶 它是不是真的一個 歷史很悠久的茶樓 不是 為什麼呢 他們的位置 原來就是今天的 荃灣市東心 荃灣村是荃灣市東心 後來被人遷了上大霧山 遷了上去 遷了大霧山 然後在大霧山上經營 結果那條村就在大霧山上 所以這個是二十世紀的事 結果現在我們喝茶 拿了一種蜂蜜 但那裡已經被人遷了 因為正常人不會那麼高 他們在下面 不過被人遷了上去 即是他們以前最有蜂蜜的那間茶樓 就已經搬了上去 現在這裡叫做新的 最初在那裡有沒有茶樓 我不知道 但上去才有茶樓 是 下次大家去到 了解一下 原來整條村農村 就是這樣搬了上去 剛才說到這個是三棟屋 和這個庭山文 三棟屋 我個人認為是比較差的一個活化 即是它是 無論是那座建築物 那個油漆 那個粉飾過程 或者是那個歷史的講解 其實是相當惡劣的 但是它是政府管理的 是 但是它是早期的 我們要看 其實政府的活化 或者那種教育 或者保育 是一種不斷進步 不斷改變 隨著政府來有錢 加上這句 那三棟屋 基本上只有一個座椅 然後周圍有一個公園 然後你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白牆 因為原來那些石 就是那些磚牆 被人粉飾過 結果你什麼都看不到 是不是因為那時候 沒有這些字跡 沒有的 或者那時候覺得 保留這座椅已經很厲害 現在就不單止保留這座椅 還要令它有生命 是兩樣東西 剛剛說起那些古蹟的活化 原來早期的時候 都有一些處理得不好的例子 很多 但是近幾年 經常討論這個活化的保育的時候 我們就會聽到一些建築師說 其實都是一個很專門的學問 不單止專門 還是很昂貴 因為你本身有文化歷史的常識 還有一些技巧工藝 可能是百多年前的工藝 要保留這個工藝 我自己本人 因為我在遙中的文化館 我是做一個顧問 在那座樓 怎樣保留百多年前的磚礦石 其實是很複雜的事 包括你任何的移動 任何更改 要跟隨它 傳統也不知道那張圖 這是很專業的事 如果一個城市 要保育的古蹟好 是否政府很重要 政府肯花多少錢 沒錯 舉個例子 就是我的師兄 劉志鵬教授 其實就是香港文化 這種古蹟的一個 是保育裡面的一個 我們怎麼說 就是一個主席 他有七億多 七億 然後我說 你很有錢 對 七億連一座建築物 都很難搞 哎呀 所以其實是很貴的 相當貴 因為第一件事 就是 香港可能有一個好處 因為他拆到差不多了 能夠用錢的比較少 但是 就用搖館例子 他那個頂和那些樓 一建出來 整個過程是用了幾億的 每年有幾百萬去維修 嘩 很困難 只是這樣這條數這麼大 已經沒有很久見到可以回本 沒有可能的 是的 我們最初想 就是搖館 最初想可能通過酒店去回本 後來發現其實都做不到的 因為第一件事 你就有職員的錢 第二件事 就是維修人員的錢 還有每年你交報告 有什麼難 政府都沒有再付錢 所以很困難 古蹟用來做酒店 好像東南亞都有很多例子 但香港就沒有什麼成功的例子 譬如說大澳的文物酒店 其實我都用搖館做例子 都可以留得住 我最初想 搖館文物酒店 挺漂亮的 不貴 便宜的 好了 我們最初想 在文化氛圍裡面 吸引一些文人雅士來住 中港台全世界一起住 很好吃 最初開的時候沒有什麼人住 我們就問一些人 為什麼你不來住 或者問一些表演劇團 為什麼你不來住 他們很簡單答我 我們來香港做什麼 購物 沒錯 所以要住尖沙咀王國 沒錯 寧願住得差一點 近一些購物的地點 我們才覺得 好像五雷轟頂 突然聽到 不會想這些文化的東西 來香港 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最後要教育 這件事也會想到 這件事 現在都有人住 都住滿的 但是 電腦的東西 跟我們原來要求的東西是不同的 我們想去來住 然後領略香港 幾十年 甚至一百年的殖民史 內容之類 但是 就難了 剛才說的大澳文物酒店 現在也是 我去過 但是你想一想 你怎麼會去住 第一交通不方便 第二 就算你真是為了大澳去 你都發現大澳值得你留一天 其實不多 所以他會衍生剛才的平山文物敬 平山文物敬的好處就是 他能夠讓你看到很多東西 而且某程度 交通有方便 吃都可以做 有東西吃 大澳文物敬就做不到 大澳那一大 基本上你半天看完 但你進去的時間 可能差不多多於半天 然後你怎麼會住一天 而且那裡是有一間餐廳 大家一場走到去 唯有咸茶也好 但是因為不多人去 你又會覺得食物又不夠好吃 沒錯 所以就有惡性循環 但是為什麼東南亞這麼多 古蹟酒店做得很成功 是不是因為他們交通方便 旅遊 大規模的旅遊 其實就要這樣想 比如說奔城 古蹟酒店很多人住 其實他們的做法就是 因為本身是一個旅遊點 香港也是一個旅遊點 但香港旅遊點 就好像久而久之 大家不是來香港緬懷一種歷史 來香港可能是購物的 即我們城市定位問題 我們定位定了一個 就是現代的 現代城市 購物的 以及方便的 但我們沒有定了一個 其實我們有很豐富的一個 是中西文物 中西文化 有殖民史 同一時間有中國幾千年的歷史 都在融匯在一起 我們這麼多年都不是宣傳重點 我們是亞洲的世界城市 所以我們更強調一種現代性 不強調歷史 所以就算去香港 看到人們打卡都不會打這些 通常是彩虹邨 反而因為顏色很漂亮 所以就有趣 所以就相當之 不僅昂貴 沒有政府支持 基本上是很難生存 所以譬如說我去檳城的時候 都住過古籍酒店 原因就是 檳城本身就是一個文化遺產 你去檳城的原因 就不是為了先進 是為了一種看歷史 看古舊建築 所以你住在裡面 就覺得很不錯 很搭配 所以如果要去做好保育活化 其實如果在香港來說 就不可以有一個很統一的做法 變成是每一件事 這件事應該怎樣做 做不做得起 很困難的一件事 第一我們沒有一個宣傳香港 或者將香港作為一個旅遊 你究竟要怎樣去分工 有些可能來香港是為了購物 有些來香港是為了估值 那你怎樣去分工 我們只是多支多菜不夠 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本地一些活動 其實很難支持這種活化機構的支持下去 現在我想到 可能是一些政府機構 或者是一些大學團體 租住了這些地方 可能有些用 但其實也是難的 因為現在的古蹟活化計劃 就是給不同的團體去用 但不同的團體用 就變成了不同的服務 在裏面 似乎是做到多些活化的那樣 因為會有不同的受眾 會進去 舉個例子 我自己讀書的年代 我是港大讀書的時候 是二禮堂 當時來說 我不知道二禮堂 原來是香港法庭的古蹟 有一個建築物 很高 上去 然後是法庭的 我不知道 我覺得很好用 冷氣又差 然後留下很高 我知道是古建築 但我不知道是這麼厲害的古建築 但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正在用它 它還有生命 不是一個在觀察它 但不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上午日久失修 很多古靈青怪問題 基本上我們去 宜禮堂做事的人 就是被人灑去邊疆 但有些人寧願去主流做事 更可以宜禮堂做事 所以回到剛才你說的 第一件事 你那個建築物 你給它重生生命 的時候 你抵抹它 現在大家想到 就是去旅遊方面發展 但事實上 又跟香港旅遊的主調 是成衝突的 第二件事 就是如果 我自己認為 如果有人在那裡住 有人在那裡 繼續用它 其實是最好的一種化 剛才那個停生命的經濟 因為有人在那裡住 還有人在那裡祭祀 所以是一個好一點的 一種活化 如果不是好像三棟屋 其實就一般 因為它已經沒有了 最重要的生命了 原來活化 都要看看怎樣做 做得好不好 才可以再給予生命 一個舊建築 我們今天又講到這裡 下次又講一下 殖民地式的建築 好啊 沒問題 自在人生大學堂 自在人生大學堂